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天羽柴社,我是天羽,这里是我要柴犬的犬舍,犬舍又传来好的消息,又生狗了,这一次生了一只,这一次是由我犬舍的黑柴种工福禄,搭配我犬舍的翠竹丸,生的一只小黑柴,前几天的时候生了四只,生了五只,生了六只,这次呢,生了一只小黑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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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生了一只小黑� 生了一只小黑柴,生了一只小黑柴,福禄都生女的,我们现在去看一看,出生一只的小狗崽崽,朋友们大家看,现在正在吸奶的三只小柴犬,那这个为什么是三只呢,因为这两只,这个黄的,这两只小母狗啊,是她的姐姐,就是说翠竹墨玉嘛,墨玉完生的,比她早这个两天生,然后她生了六只啊, 这个翠竹,这个只生了这个叶纸,我一看就把她这个墨玉,两只这个小奶柴啊,挑两只小的,给她拿过来了,然后让她当奶妈,然后这边三只,那边四只,那边是两只黑的,两只黄的,这边是两只黄的,一只黑的,而实际情况呢,是只有一只黑的是她生的,这两只狗是不同的狗粑吧,这个是大熊的后代,这个是福禄的后代, 然后,挺可爱的,第一次这个当狗妈妈呢,她的这个性格还是比较稳的,这小奶狗,她是认了好几天了已经,刚出生的时候啊,刚把小黑生下来的时候,我就在想这个方法,我说这个,那边的狗妈妈墨玉啊,生了六只,这个会不会第一次生狗,第一次奶狗,压力有点大,这边刚好生了一只,我就这个尝试了这一个大胆的方式, 因为这个方法不太安全,互换这个狗仔,说不定是狗妈妈会应急,然后会伤害小狗,结果呢,已经拿过来两天了,这个还是比较,比较能适应的,只有这只小黑柴是她生的,这个小黑,你看,这只小黑是个小母柴啊,就这一只小母柴,来看,成长速度挺快的,包包 冻冻眉啊,还有她的这个面部,脸颊啊,都不错,但是她唯一的一个什么缺点,就是她的胸花下来的有点厉害,有点开着胸花,但是她的胸花没有关穿到脖子啊,该用的这个领结是有,就是胸花有点下来的,这个长大之后啊,在这个飞,这个躺平,或者是测养的状态,应该看的, 不是这个特别的这个清楚,看不出来,站立的时候看不出来,因为她整个的这个胸花,你看,跟她妈一样,她是下拉的,跟她拉出来的,哎,站立的时候,只会看到这个上面这个地方,下面的这个地方是看不出来的,所以说,嗯,也是不太,这个,这个重要,无关紧要的一个地方, 嗯,别看这个狗妈妈,个子小,这个小十斤的样子,挺小,这是我犬设倒数第三小的柴犬,一点点大,跟小豆柴一样,嗯,她跟福禄配,然后福禄的后代啊,也小,福禄的后代,嗯,这个,剩下来也小,但是福禄长得这个,确实有威武雄壮,她的后代普遍都小,所以说,这也是为什么敢让她搭配,这个比她体型小的这个母犬的原因, 因为,就是因为她出口有点小,嗯,然后,嗯,这个黑柴,还有这两只黄柴,就是说,他们是父系对人没有关系,这是大熊的子儿,这是俘虏的子儿,但是他们母系有关系,他们的这个外婆外公啊,都是来自,然后这个,就是说,同一个地方,相当于这个小男狗就给她姨,这是她姨妈,她姨妈给她奶的,然后别看她的,就是说第一次这个,这个, 奶水,你看,一级就有,这个奶水是很健康的,很新鲜,别看小啊,都是这个一级都有,然后这些男狗出生这好几天啊,长得是挺快,刚出生的时候跟个大伙计那么长,真的特别小,然后这个,这几天长得挺快的, 我发现就是说,今年秋天特别冷,嗯,今年秋天啊,所有的狗啊,我都给她用上电路子了,嗯,比往年的秋天,就是说,这个月份,这个时节,嗯,这个,我查看以往的这个,这个,这个,就是说记录啊,都没有用电路子,只是给她铺了几层毯子,然后这个狗妈妈,这个搂着, 然后今年就我发现这个天气很冷,到了晚上啊,要比往年要寒冷,小奶狗如果是不给她这个,保暖啊,她就冻的咋哆嗦,就喜欢这个扎兜,然后,这个,可能会冻到肚子,所以说,这个,我们就把所有的小奶狗啊,全部给用上电路子弹了,白天呢,热的时候给她关一关,到了晚上就打开,狗妈妈摟着也舒服, 然后这个热的话呢,这个,我们就给她这个,关一关,然后这个,让她只用毯子,凉的话呢,就是说让她这个,呃,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,嗯,刚出生的时候,担心她们吃不上奶,因为太小,只有大祸就那么大,然后这个,给她们接上来之后啊,哎,保暖凑数多多,为她身上暖和过来,就开始吸奶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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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的这个肚子,微微骨,微微骨,它就开始排便,嗯,排便之后呢,这个, 呃,消耗功能就开始进入这个运作正常状态了,就这个,每天就是吸收狗妈妈的奶水,然后长大就行了,奶柴呢,都是小母,都是小女孩,现在有赤色母,黑色母可以关注,然后这个,这段时间也就是说这两天啊,大熊的后代,俘虏的后代,哎,这个,都已经开始在这个小奶狗, 在这个造小奶狗吧,现在还是细胞呢,呃,这几天,俘虏大熊一共是搭配了十窝柴犬,还有两只,狗狗发情,没有配的,一个是吃尘,嗯,期待这个全身的繁殖成果吧,如果成功的话,两个月之后,最少最少将会有七八窝的柴犬上, 这次后小狗啊,你,这个就跟小孩子一样,热的也不行,冷的也不行,热了它冻的这个打哆嗦,也不是冷了它冻的打哆嗦,热了呢,它就这个哈气,然后可能会这个,这个,是吧,上火,大家再见,来,老龟鱼和大家再见,大家再见, 嗯 嗯